女生有这三个动作暗示,说明可以亲她了 两个人谈恋爱情到深处的时候 难免会产生想要和对方有一些亲密举动的想法 但这些举动所出现的时机不对的话 反而会对这段感情造成不必要的隔阂 那怎么样才能抓住最佳的时机呢? 其实女人会在适当时机给你一些小暗示 就看你是否看得懂 女生的这三个动作暗示,说明你可以亲她了 1.一直羞舍盯着你的嘴巴看 一般情况下女生都是比较矜持的 她们不会主动向你索吻 但她们却会给你一些小动作来暗示 通过一些肢体语言来暗示你可以亲吻她 这种无言的交流比直接表达这种方式 更会让人觉得有情调 当一个女人一直羞舍地盯着你的嘴巴看的时候 其实她就是在无言地告诉你 别说话,吻我 2.拥抱的时候磨成你的脸 当一对相爱的情侣拥抱时 很容易会有更多肢体接触的想法 比如接吻 当一个女人被你拥抱在怀里的时候 会不停地在你脖子附近磨蹭 或者有更多的肢体接触时 说明她就是在暗示你 想要你亲吻她 而正好此时她的脸也是朝向你的脸 只要你轻轻一扭头 就能够亲吻到她 所以当一个女人在和你拥抱的时候 磨成你的脸的话 就说明她是在暗示你可以亲吻她了 3.双手勾住你的脖子 在女人眼里最浪漫的接吻 无异于男生低头弯腰吻自己 因为这样女人可以踮起脚尖 甚至向后抬起脚 这也是很多电影和小说里有的场景 当一个女人主动用自己的双手 还住你的脖子时 其实她就已经是在暗示你 可以亲吻她了 如果她再明确暗示你 比如让你的脸更靠近她的话 不要犹豫 冷下去 情侣之间就是要做这种亲亲我我的事 才会让人觉得甜蜜和幸福 谁不喜欢被自己爱的男人亲吻呢 所以呀 男孩们千万不要觉得难为情 当女人给你这些信号 暗示你的时候 千万别犹豫 要勇敢地亲下去